是你的啦,你爱怎么用怎么用 我们在古玩市场里边看到了一个做鞠瓷的老师 这个孟老师,鞠瓷摊上有好多这个东西都是自己做的 有时候自己用这个现在手工打的这种铜器 这个小铜杯 都还不喜欢,就喜欢这种铜器 它这种有那种艺术感,有艺术感 做来四个杯的,做来两个起口的 你要是特别起口的,就显得死板了 它不如这样灵动 有变化 好看难看,它在这口上 纯手工 这好多这个东西小包口,这小杯子包上一个小小铜口 哎呀,很显着这个有趣多了 而且这现在这个手艺 看这小杯子包这么一个小花,特别漂亮 300块钱 一个这个弄一天 一个得弄一天,是吧 你看这个就是,哎,这都是手艺啊 小豆青这个,这算是一个小茶碗或者是小酒粽之类的 然后里边包了几片,荷叶状的这个铜 看整个小杯子看上去,特别有趣了 这是做了一个铜盖的 铜盖上边一个枫叶状的一个口 一个红铜的盖 这个小盖缸,这原来是一个民国的小盖缸 每人如玉 这个小盖缸,上边这个彩 还是保留的非常好 这个彩基本上没什么损失 也就是三个月,四个月就好 关键上边是扒了这个十个小巨钉 看,这么小的小巨钉 喜欢喝茶的人用这个当一个放这个茶渣的这个 这也是因为金属的,它都不紧,都倒着 它那个支钉是直接,但最后又直接支到上面 哇,支到里边了 支到里边之后,然后再把这个包子上面 把这个融上,热点上 挺好的 看,这里边各种各样的这种工具 这些铜全都是纯手工这么一锤子一锤子凿出来的 是吧 这是一个铜板 它原型就是一块铜板 就是一块一块凿起来的 是吧 哦 这就是原来是一个铜板 然后经过千锤百炼,你看上面都有一块一块的这个锤子敲出来的印 这就是纯粹用手工这么敲击,然后将它一点一点一点砸的 哎,可想而知 这个传统工艺 这是一个用铜做的一个,跟小石榴一样是吧 小石榴小湖 它也是一个纯铜 原来也是一块铜片这么砸起来的 然后做成这样的形状的 然后做成这样的形状的 可想而知 它这个做工的这个艰难啊 这孟老师这是咱们中国传统的居私手艺的这传承人 是吧 现在也是非常难得了 你也是一个老艺人 看我们几个都在跟孟老师学习呢 准备拜师啊 准备拜师呢 哎,慢一点,慢一点 哎,好了 好的,对不起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咋个一天的招呢 咋个一天的招呢 你别咋